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窗前明月光 已是地上霜 几头望明月 低头似故乡 月儿高高光 似年星投阳 一首今夜似千百年传唱 《青云端》 李白生于四川江游 自泰白好青年居士 又好折仙人 是中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被后人誉为诗仙 其人爽朗大方 爱饮酒作诗喜郊游 青年时代 仗剑去国辞亲远游 从此壮游祖国大好河山 写下《蜀道南》《枪禁酒》等传颂千古的名篇 李白的《诗诗奇异》《诗情豪放》 显示出横掘古今 与天地造化相谋的宏大气象 李白诗歌是诗的精神 最自然 最充分的体现 富有浪漫主义精神 达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 它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也是全人类诗歌的不朽篇章 江游市 位于四川省东北部 是天府旅游明县和首批省级的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室 将由人杰地灵 拥有窦垂山 药王谷 佛爷洞 爱情百合谷等 更加四A级景区 以及翠平山 能扎洞 前元山 金光洞等道教文派遗址 这里 雾哈天堡 人文惠粹 年轻的李白在这里度过少年时光 李白在这里生活了24年 留下了李白纪念馆 李白故居 太白碑林等旅游景区 李白不仅是江游的李白 更是世界的李白 如今 江游当地围绕李白文化 诗歌文化 大力发展旅游文化的融合创新 相继推出李白纪念馆 李白故居 碑林文化旅游项目 如隆溪院 粉珠楼 洗墨池 摩珍溪 小矿山 李白的读书台等 已成为缅怀失陷的最佳去处 江游美食也极具特色 门槛肉 川北凉粉 太白素肉 清零口豆腐 最为代表的江游飞肠 是街头巷尾老百姓最喜爱的李白 也被当地人喜称李白肥肠 可见 人们对待李白的崇敬和喜爱 江游愿与世界携手 共同营造我们美丽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